一人红心的老公张丹峰早前被传和经纪人碧莹游染 出轨风波曝光后张丹峰的形象跌到谷底 即使曾多次的发声明否认出轨 但仍然未能平息网民的质疑 其后碧莹引咎辞职 而张丹峰干脆暂停工作 多个月来努力修补和红心的关系 总算把家庭带回到温馨和睦的境地 早前张丹峰与红心以及女儿还一起献身澳门 支持红心与前男友莫绍聪所生的儿子张浩莲 有份演出的演唱会 一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 不过张丹峰在事业上想东山再起 就不知道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另外7月17日 眼见的媒体发现 由张丹峰投资 碧莹担任法人已经100%持股的 北京枫燕文化有限公司 在7月15日变更工商信息 状态由在业变为注销 但张丹峰用女儿命名的 西同上海影视文化工作室 仍然在碧莹的名下 经营状态为存续 就是说碧莹仍然是张丹峰背后的女人 替她管理工作室 此外 有网民称 碧莹这次注销的公司 是去年6月才成立的 北京枫燕文化有限公司 目前张丹峰工作室认证的公司 仍然是西同上海影视文化工作室 当日爆出出轨风波后 张丹峰在5月表示 碧莹已经引就辞职 但至今碧莹仍然是公司的100%大股东 于是质疑上海工商变更要两个月吗 而原本说好的辞职交接 却变成了注销公司 难道这是碧莹和红星张丹峰夫妇 一起商量之后做出的决定 实在令人费解 不过碧莹在风波后 就多次被拍到和朋友外出用餐 似乎状态看上去很不错 包包还是香奈儿 派头还是大姐大 日子过得也蛮自愿 好像一点也没受张丹峰风波的影响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